欢迎收看小蛋糕的周末Vlog 今天打算去表餐道逛个街来看看村庄 首先去的是我来表餐道逼逛的HB10 News 地很大 东西也很全 可以一次看个够 A等的短裤 这个牌子我很喜欢 极简的设计加上高级的面料 这条的裤管长途正好 面料是带点技能的 夏天穿很凉爽 Steven Allen家的T恤 版型有点像钻织背心 带用收紧 虽然是纯色 但穿出去就是会和别的纯色滴不一样 还有欧拉利的水桶双肩包 最近出门不怎么想背鲜花包 感觉换个有设计感一点的双肩包 既有少年感又会显得比较时尚 旁边就是新开的Tamu 最近在找金色韦记 挺喜欢他们家的 因为款式都比较简单 比较低调 试的这两款感觉都挺不错 但是材质没得选 只有纯金 所以价格也比较夸张 得再考虑一下 接下来往南青山这边逛 朋友托我来看一下Sakae的短裤 它这款裤子有几个不同的材质 我试的这款是尼龙的 所以裤型就比较硬 我不太喜欢 感觉也不太适合我 逛累了 正好旁边有家咖啡店 店里位置很多 不怎么用排队 也想给手机充个电 就来接个充电宝 日本的共享充电宝也终于是补给了 变得方便了 这家咖啡味道一般 但环境真的还挺不错的 走累了 可以来这里休息一下 旁边就是小众品牌 美容special 男装在二楼 他们家有点高配Zara的感觉 有很多宽松版型的西装 没有买过 想尝试西装的朋友 可以先从他们家入手试试 另外我试的条纹衬衫 也是oversize版型的 单穿 套在西装里面都可以 春天正好想要一件衬衫穿在短袖外面 就活断入手了 17000元 价格也还可以 接下来去侧谷附近的这家GBGafas 也是我长爱的店了 这次来看看Yelos Plus的新品 就是我之前一直戴的那副 还发现了个新品牌 来自法国 清空是有点八面型的感觉 配上红色色的镜片 夏天带出去 还是挺炸的 好了 今天就先逛到这里了 晚上来随便吃个意大利菜 这家Donut是一家连锁店 味道好 价格也比较实惠 我经常没事就过来吃 你们也可以来试一下